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沒有他的那個啊 小黃文插圖 龜抬頭 哇 漫畫的第一頁應該還好 哇 你看讀起來真滿 拿到戒指後一大堆美少女巨靈要追我 一堆一群猛男搶著互相戴戒指的BL世界 護理系法師單挑火系大魔王 喔 他在講甘道夫那個 You should not pass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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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放那個什麼 漫畫的第一頁 就應該不會有問題了吧 對 啊 縮圖 天啊 好不熟悉這個我得的那個 的那個 版面配置喔 怎麼會那麼飽 哎呀 嗯嗯嗯 嗯嗯 嗯 工作減 Size size 我把它變小 登登 等一下 真的是丟臉 真是尷尬 在這裡在這裡 大一點點 好 來吧 音樂 音樂要放一個那個 OK 好 本篇 以第三人稱描述 時間晚前回溯 某一天 喬莉在自家的信箱裡 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信件 她想都沒想的打開來 卻看到一對男女赤裸交夠的照片 仔細一看 男子竟是自己的男朋友 人的長髮的女性她並不認識 喬莉很是正經 除了遭受背叛的錯愕之外 也不敢相信她竟然有膽做出這種事 哈哈哈哈 這欸 你那個什麼 溫雄你是故意把它寫成聖竹路的那個 的那個 的那個寫法對不對 好吧 但驚訝之餘 也思考著 是誰寄來這封信 好啦我們來聖竹路一下 沒有寄見人地址 和姓名 只知道對方明白自己的住手 呃住所 最近是怎麼了 喬莉是個像貓一樣的女人 在精神受到衝擊時 不但外表看不出她的動搖 反而警戒地準備應對 她的大腦同時處理著不同的問題 她為什麼會這麼做 這女人是誰 寄這封信的人有何目的 就在咒片的背面 寫了一段留言 其實 你才是第三者 啊 幹什麼 喬莉第一個聯想的對象 是那個人的前女友西琴 聽說 西琴在她大學時期 突然不告而別 心想 難道現在回來了 是不是應該要隨便弄個那個台灣龍捲風 欸不是那個什麼 應該要隨便放一個那個 變色龍的那個畫面 莫名 你知道 好想要配喔 看好希望有人能夠演這樣子 我們看下去 是藍色蜘蛛網比較有可能還是台灣變色龍 藍色蜘蛛網吧 我覺得 藍色蜘蛛網 在講情殺的 嗯 等一下 讓我的電腦 讓我的那個 慢慢 成為是兇手 立刻就能講 我來 絕命少傅贏 他小 好啊 好啊 那個 我配這個只是純粹好笑 沒有什麼意思 他 那個影片的內容 跟那個什麼 我的念的東西沒有任何關係 對 莫名 太莫名了 好 OK 其實你才是第三者 欣賞難道回來了 但是 照片中的女人 似乎跟她所知道的樣貌 不太一樣 喬莉認為這封信 比起告密 更有可能是離間 喬莉以前 與西秦 曾就圖同一間女校 透過自己的人脈 透過自己的人脈詢問後 確定她的前女友 西秦 和自己同校的西秦 是同一人 也確定 春光照的女性 並不是西秦 看 媽了 What the hell 在知道自己的男朋友出軌後 雖然驚訝 卻也鬆了一口氣 卻也鬆了一口氣 和她約好彼此間不能有秘密 但看來 她瞞著一些事情沒講 其實自己也隱藏了一些事 喬莉決定見見這個女生 既然 敵案我名 無法主動出擊 就只好守株待兔 喬莉刻意把那封信隨身攜帶 假裝什麼事也沒有 又刻意在一間公共場合 又刻意在一間公共場合 拿出來看一看 喬莉心想 說不定 對方正盯著自己 遲早 會把那個女的調出來 你們真的很無聊 你知道嗎 這兩個人是怎麼回事 兩天後 果然 又收到一封信 這一次 對榮寫滿了五入的下流文字 與威脅 要喬莉 離開那男人 但喬莉 則是故意大笑 收到口袋裡 繼續假裝沒事 你們兩個怎麼回事 為什麼不直接攤牌 怎麼 隔天 喬莉收到對方要求見面的信 喬莉 一約來到一間咖啡店 馬上 就看到那女人 顧 那女子 坐在靠近吧台的座位上 是個染著亞麻色頭髮 胸部 大得驚人的女生 一聽就知道是誰 好 然後 雖然那人故意把妝畫得像有點年紀 穿著像是貴婦的服裝 看在一般人眼中 就是個人妻會友的風格 但在同為女性的喬莉眼中 仍有先氣度不足 還特意 還特意選在監視器拍得到 店員容易注意的位置 看來 對方是個思慮周到的人 但喬莉 也很大膽 堂堂正正的 來到她對面 唉呀 這是修羅場啊 修羅場 往後咧 我看一下 她自稱自己是晨慧 並用一嘴傲慢的語氣說 我想 直接說重點 你還是快點跟她分手吧 我跟她早已訂婚了 早點認清事實 避免大家都難看 她唬爛明明就沒有結婚啊 但喬莉直覺認為她說謊 於是反問 那你什麼 那你拿什麼證明 你跟她之前真的訂婚了呢 好 然後咧 還需要什麼證明 事情就是這樣啊 成慧故意假裝不經意的 剝一下頭髮 其實 是要秀出她 左手中指上的訂婚戒指 搞了 哈哈哈哈 喔好 嗯 那是訂婚戒指嗎 那還要說 那可是她送給我的定型之物呢 成慧眼神 透露出勝利的得意 喬莉仔細地觀察說 這色澤 應該是開薄金材質 密釘 呃 密釘設計 密錨還是密釘啊 密錨設計 鑽石 約0.5塊啦吧 多少錢啊 什麼 我也不清楚 畢竟是她送的 價格我並不在乎 應該1萬塊都有啦 胡說八道 這要降10萬 她送你10萬的戒指 怎麼 啊 喬你一副大青小怪的表情 有那麼稀奇嗎 那她是什麼時候送你的 大概在3個月前吧 其實 在價格上 喬莉 就已經看出破綻了 那個男人出社會沒多久 根本沒有那樣的經濟能力 購買這麼高價的戒指 好 這男的聽起來 聽了應該會很難過 你知道嗎 她才沒那麼有錢 好 但 喬莉故意不說破 反而順勢回答 真巧 她上個禮拜也才送我一副30萬的戒指 你看 等一下 戒指為什麼要聽在中指上 然後 好 沉潰一惡 就看到喬莉笑嘻嘻的 舉起左手 喔 左手中指上 那你們兩個都是把戒指 戴在中指上面啊 那不是應該戴在無名指上嗎 那為什麼是戴中指 好 沉潰一惡 就看到喬莉笑嘻嘻的 舉起左手中指上的純薄金材質 一克拉的30光環戒指 啊 30光環鎮戒 事實上 喬莉 雖然聰明 又努力賺取到現在 身價千萬的財富 喔 沉潰 對不起 事實上 沉潰 雖然聰明 又努力賺取到現在 身價千萬的財富 但比起其實是 身價上億富二代的僑莉 仍是小屋見大屋 而他們所爭取的對象 其實是最 而他們爭吵的對象 其實是最窮的 哎呀 貧窮貴公子啊 天啊 兩個兩個那個什麼 超有錢女生 然後再搶一個男的 然後 喬莉 雖因為是家族裡的問題人物 而離家獨居 但他 但在他那 可自由使用的戶頭裡 要臨時購買一顆鑽戒 假裝自己正攻的地位 可說是游刃有餘 等一下你們 他是你是早知道他就要 這個有點莫名 你知道嗎 你怎麼知道他這一 他是要跟你講說他跟他結婚了 你早就預測了 所以先買了這樣子 這個很莫名 你知道 好 陳慧憤怒地說 你騙人 他才沒那麼多錢 這句話 原封不動的還你 如果真是訂婚戒指 那他手上應該也有一副才對呀 但他手上別說戒指 連脫下戒指 該有的曬痕都沒有 所以三個月前 他根本沒送你戒指 反倒是上個禮拜 他對我求婚 並送我這顆喔 什麼鬼 不可能 你在說謊 他才不可能 他才不可能喜歡你這個身材 又乾點又矮笑的女人 好壞喔 那矮子 陳慧看著眼前 這個一臉勝利又得意的矮子 感到前所未有的棘手 陳慧以前在深色場所工作時 曾經歷過好幾次爭風吃醋的糾紛 甚至也曾為了錢 而主動與恩客的老婆接觸 有時是假裝自己懷孕 而要求墮胎費 有時是引導對方付自己分手費 不論哪一種 都不免要經歷一場醜陋的爭吵 但看過許多因自己的老公外遇 而起了臉紅脖子粗的女人後 面對眼前這個像貓一樣的女人 卻有一種泥牛入海般的無力感 什麼 陳慧猜不透喬莉那雙 如包眼圓針的明柔背後 到底是什麼想法 甚至 感覺自己像是被他 用一種欣賞奇妙動物的眼神觀察 好 這個東西沒有 那個什麼 我們現在找的那個藍色之王 都沒有女生的畫面 可惡 好 好 等我一下 就是 裡頭 哪有大老婆寄出自己的性愛照 逼迫小三退出的道理呢 會做這種事的才是真正的第三者 陈慧自己也明白 以往若是已婚的对象 根本不用记照片 好 女人的嗅觉 通常比男人还灵敏 只要在男生的物品上 沾上香味 再抹上同样的香水 去见她的老婆 就能有足够的暗示 若是未婚 才会需要较直接的性爱照片 通常看到照片 对方就会暴怒的一发不可收拾 使得他们的感情破局 陈慧以为乔弟看到后 会大发雷霆 却没想到 他却一副不痛不痒的模样 因此才寄出第二封信 甚至把他约出来谈 以往为了钱 而扮演小三的陈慧 这一次为了抢男人 而假扮正宫 却栽了个跟斗 不管怎么说 他对你那瘦巴巴的身材 一点兴趣也没有 男人喜欢的是更丰满 年轻的肉体 你迟早会被他抛弃的 那你说得出 你跟他做过几次吗 你 当然 十几次都有了 什么啊 当时的陈慧 其实 只有初次见面 与重逢后的机会 能和他作爱 他想不到乔弟 会问这么直接的问题 为了面子 而说出一个假数字 陈慧好笨啊 陈慧只要 陈慧对那个男生啊 都好像很 很有力道 但是 一遇到乔丽就 完全不行了 才十几次哦 我们认识半年多 早就做过上百次了 看起来比你那肉肉的身躯 他搞不好更喜欢我真心的哦 乔丽 骄傲的挺起胸口 那毫不避讳的作风 让陈慧嫉妒之行 再也难以接 让陈慧嫉妒之情 再也难以承受 你这不要脸的女人 陈慧拿起桌上的杯水 朝乔丽扑过去 啊 什么 则知 有武学经验的乔丽 既然反射性的踢翻桌子 挡下水花 桌子还撞到陈慧的头 沉重的撞击声 竟把陈慧转晕了过去 哎呀不小心 糟糕不小心太用力了 等一下 他为什么会有武术底子啊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间多了一个设定 你知道 哎真是的 店员前来关心 乔丽赶紧安抚他们 并赶忙把倒在地上的陈慧 背起来离开咖啡馆 只限个子娇小的乔丽 背起身高比他高的陈慧 一路摇摇晃晃的 来到大马路 招了计程车回家了 啊 惨 陈慧好笨啊 这一段怎么陈慧有点那种 其实有点猛耶 有点傻傻的 等到陈慧醒来时 已经是下午 他慌慌张开眼睛 头还有些疼 正塌塌混过 自己在何处时 却看到乔丽全身赤裸 只穿着一条内裤 肩上还披着浴巾 像是刚洗完澡般 坐在 像是刚洗完澡 坐在桌子 坐在电脑桌前 你终于醒了 陈慧往自己身上看 发现自己的上衣 被解开扣子 白嫩的乳房 裸露出来 就连内裤 也被脱了下来 怎么会这样 虽然也不是没玩过睡间 不过还是有互动比较好 这要玩女女的啊 这边 诶 那个 贴翻号人回来 好久没看到你 乔丽放下浴巾起身 乔丽放下浴巾起身 朝常会身上扑过去 把脸埋在他的丰硕果实上 现在已经记住情色的部分 没关系过十二点刚 这个插组回来 不要再放那个蓝色蜘蛛 其实你说的对 不只男人会喜欢你这丰满又年轻的肉体 女人也很喜欢 你想要干什么 不要这样凶巴巴的态度 总之先爽一波再说 虽然乔丽对她的男朋友说 她是自己的第一个男人 但其实乔丽却早已抱过好几个女人 你乔丽那个什么 设定一波又一波的 又有武术底子 又有玩过别的女人 那是干嘛 在女校时代 和数十个女同学发生过关系 事件爆发后 成了家族间的一大丑闻 不得不离开家族 离独居避嫌 直到遇见她 才了解到男人肉体的滋味 但乔丽并没有忘记 与女人共欢的乐趣 乔丽强吻上陈卉的嘴 那机敏的舌计 比陈卉所知道的任何男人都精湛 甚至香甜 男人的那个什么 男人的吻会香甜吗 真是的 紧紧交成的双腿 等一下 跑掉 跑掉 文章跑掉了 紧紧交成的手脚 稳稳压制住 陈卉的身体 想翻身 也不是 想振脱 也不是 也不行 那大胆 搓揉乳房的手掌 轻捏乳头的手指 竟不可思议的 熟练又舒服 让陈卉忍不住呻吟出来 被乔丽膝盖顶住的阴部 也不知不觉 湿润了起来 女人最了解女人 哪体最舒服 怎样最舒服 我辽若指掌 就算没有洋具 也能让你三分内高潮 人称和欢女子高中的 知宝女王 豆腐魔王 奶头杀手 就是我 何欢女子高中 这名字听起来就怪怪 什么鬼 不要勉强说话 你只要好好享受就够了 乔丽 把手伸向 沉溺的一步 那轻柔挑逗的手指 像是带有电流般 精准勾起她的兴奋 带因地充血 齐力力气后 再集中进攻 她的兴奋顶点 看 正如乔丽所说 她相当清楚 怎么样能让女生舒服 不到三分钟 就让沉溺高潮了 你 你竟然有这种癖 都是女孩子 有什么好计较的 舒服就好啦 来 我还没爽到呢 乔丽好厉害啊 乔丽 举起沉溺的一只脚 等一下 什么鬼 乔丽举起沉溺的一只脚 把自己的硬部贴上她的 紧密贴合的下半身 让硬帝像犀牛斗角般的互相戳弄 底部的阴唇红中火热 爱意横流 吟味滋生 靠北 在河欢山上 河欢女子高中 乔丽迎荡的扭腰方式 又快又有力 每每顶入城会舒服的点 下半身深邃如坐云霄飞车般 涌上失速感 又再一次的去了 当晚 那个男人来到乔丽家 乔丽和他 先在浴室一起洗了澡 并第一次被他进入后庭 心生不满的乔丽 也用手指夺走她的后门第一次 然后 他们维持裸体 吃了晚餐后 乔丽再度诱惑她 亲吻套弄着她的阴景 她也不甘示弱地 挖掘出乔丽下里的饮水 但 就在她要把乔丽压倒在床上时 乔丽却把她 带到阳台落地间窗边 来试试在这里做 故意 这女生真是可怕呀 室内灯光明亮 落地窗的窗帘被全部拉开 夜晚的玻璃 映照出室内两人的裸体 这样会被外面的人看见 那不是挺刺激的吗 你哦 算了 除非对面大楼的人 那望一镜 不然应该看不到 但其实 只有乔丽知道 陈慧 就站在阳台外边 静静地看着他们两人 乔丽趴在落地窗玻璃上 她 则从后方进入 在前后摇摆的浪潮中 乔丽看着玻璃倒映着自己 露出微笑 窗外 成会又气又无奈地 看着乔丽向在炫耀的表情 与两人的激情 好想一拳打破玻璃 其实可以打 打了以后男生应该吓到 就在激情进入高峰时 她抱起乔丽的身子 把乔丽整个人贴到冰凉的玻璃上 用力进攻她的子宫颈 乔丽被她顶着双脚悬空 小巧的乳房紧贴在玻璃上 兴奋的气息雾化玻璃 这个字是什么 窗脸 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 被顶着滋滋作响 直到射精后 成会看着她的烟精 溜出桥里的烟布 白色的精液滴流下来 以及自己所爱的男人 竟然如此沉醉 这个女人 不禁脚软坐下 低声哭泣 几个小时过去 室内的人又激战了几回合 成会早已转过头 不想再看 直到关灯后 男人开始打呼 乔丽才捏手捏脚的 打开窗户 诶 诶 这叫你啊 成会转头看过去 怎么 你在哭啊 干嘛这样啦 来啊 进来 小声点 一进到室内 就闻到那两人的汗味 与银臭味 而她正赤裸裸地 躺在床上熟睡 越看越心痛 我想吃点东西 你要不要来 顺便趁这个时候回去吧 乔丽穿上衣服 带着成会离开家门 去外头一间豆浆店 吃宵夜 啊 进入吃的东西状态了 诶 干 诶 吃太多了吧 你们是怎样啊 什么的 窗铃 原来那个字念铃 两个女人 点了两盘满满的食物 一方面 是乔丽受到男方 这个爱吃鬼的影响 实际上变得比以前大 另一方面 是成会气得想大吃特吃 结果就是这样的份量 你也挺能吃的嘛 乔丽吃着热狗 沾番茄酱说 我饭没吃 一整个下午都被你压在床上 可是你也很舒服不是吗 成会瞪了乔丽一眼 哦 好可怕好可怕 乔丽一边戏虐地说着笑着 一边吃着热狗 继续说 你有这么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 成会一边吃尖角一边回答 我一定比你更喜欢他 比任何人都更喜欢 嗯 乔丽喝一口豆浆说 我应该也是喜欢他吧 应该吧 你到底是喜欢男人 很喜欢女人啊 哎 等一下 我也不知道 以前 我应该是讨厌男人的 但在半年前遇到他时 就觉得他跟一般男生不一样 甚至想和他截壳看看 这种命中注定 一拍即合的感觉很棒 可是我偶尔也想跟女生做啊 我曾思考过 如果 与他以外的男人做会是什么感觉 但我却一点也不想跟别的男人做 我不会放弃的 不论用什么手段 我都会让他爱上我 如果他能真心爱上谁 应该也是好事一件 其实你还说对一件事 我确实是第三者 不论是你还是我 都不是他真心振恶 都不是他真正挂在心上的人 这女的真厉害 那一晚 陈慧还不知道西勤这个人物 而乔丽也在那时 决定去调查西勤的下落 后续 陈慧在医院隔着帘幕 在乔丽面前 应上学长时 其实这两个女生 都相当享受那偷情的刺激 之后 乔丽打算前往南 之后 乔丽打算前往美国一见习请 却在登记的前一刻 收到陈慧的一封信 正是他与静灵 坐同一台车的照片 乔丽虽是惊讶 怎么又冒出一个女人来 却也很高兴 陈慧给自己打小报告 感觉 陈慧已经把自己当成同一国了 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到最后可能 就会有那个 两女共识一副的 故事出来 好 我不会 晚上的12点13分 因为今天还算满 早 现在 那个 今天的小黄文 我其实觉得今天的小黄文 有点 有点乱来 不乱 但是故事 但是故事剧情还满 不错 就是 嗯 我其实觉得这种事情 如果发生好像也不是奇怪的事的感觉 下次记得写点女生叫早上出道 不要 我拜托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 這樣感覺很怪異 你知道嗎 Alright 好啦 12點14分了 那個什麼 我要繼續吃我的晚餐 這已經換宵夜了吧 因為剛剛在 因為今天那個什麼 我們的來賓不是很常講話 所以我自己平常常講話 所以這一餐飯吃的 其實不是很那個 你知道嗎 Alright 好 感謝大家今天晚上的收看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Good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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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我們現在看到霸王龍選手 被美女克萊爾 舉著信號彈領進雷台了 霸王龍選手 挑釁帝王霸王龍啊 還要的觀眾們看的是目瞪口呆啊 兩隻霸王龍展開了激烈攻防 霸王龍企圖攻擊 帝王霸王龍的頸部 不斷撕扯 帝王霸王龍慘叫一聲 而第二下卻閃開了 還給霸王龍一左掌擊打 右手把霸王龍頭往下壓 順勢做說拋摔 霸王龍失去平衡倒地了